欢迎收看今天的Videotalk 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两位好朋友来抢救六合夜市大作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新胜赵新 哈喽主持人好 还有这个赵新局长你好 那今天就是要来讨论这个六合夜市抢救大作战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两位就针对六合夜市的观察 你们觉得真的是跟韩国瑜有关吗 还是说有其他六合夜市本身的问题呢 所以无论大家对于韩市长他在政治上面的一些选择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但是他当初在高雄得到认同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是希望带头去行销高雄 那后来可能因为多重的原因 第一个他本人不在了自然没有办法做行销 第二个跟疫情也有客观的关系 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国际观光客的这个连结就被卡断了 确实韩国瑜的讨论度跟他的当选的确 一定程度上的短期内为高雄带来的一个程度的这样的消费的刺激 但是我们要记得哦 那个是一次性的 过度仰赖单一客群 那他没有做根本性的这个结构的改变 那当然后面就会出现很多 后续我们看到这个人超不在 甚至是高雄市的年轻人不再出现的问题 如果六合夜市能够自己去改变他的经营模式或体制的话 其实他未必要去跟去找到新的客群 新的客群反而会自己涌进来 希望政府可以再发一些夜市券跟消费券 你们这样觉得这样子有效吗 某个程度上有短期刺激的作用 但是我坦白讲 就是说他需要一些非常完善的推套措施 他能够带动整体的经济 我们短期内确实可以用消费券一次性的方式来刺激大家的经济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 如果我用消费券把一个没有准备好转型的夜市 把它摊在大家面前叫大家去 那只是让更多人发现这个夜市其实只适合来一次 所以我认为说一次性的消费券 这个不能够过度去依赖它 高雄市长陈其迈呢 他也提出了说 美丽岛啊火车站啊 可以做一个类似像表参道的夜市改道计划 然后也像津巴局也说 可能会配合夜市办的一些家议员多一件啊 夜市办桌的一些活动来活络商圈 对这个活动有没有什么看法 还是说你有其他的妙招呢 我想表参道的概念 常常在市政规划里面的各种倡议里面被提及 可是呢一样叫做表参道 它的执行层面需要有很多不同的 比较细致的配套跟面向 那如果说只是依靠政府单向的来做 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需要跟在地的商圈 有非常密切的结合跟联系 并且引进一些在地年轻人文创的力量 在地的年轻人对于这个在地历史文化的发展 透过这个我们讲文创意象的显现 它会显现出不同的特色 它除了外部的包装以外 更重要的是有内涵 因为夜市其实有时候去 是这个开的感觉 你觉得去有没有人气 你觉得去有没有活力 有没有心暖暖 吃的嘴巴暖心头也暖 你的感觉很重要的你知道吗 在我看到的case里面 政府尤其是市政府介入的力量越居主导 它失败的机率越大 所以你应该是去鼓励它自由发挥 政府是在后面去 你有什么idea 我来帮忙support 来帮忙支援 会比我自己去单向的 做出一种上对下的规划来得好 越在地越国际 所以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观光国际化的概念 应该都要重新去思考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把所谓的观光在地化 符合了在地人自己本身的需求之后 外国人来到这里 他们才会觉得说 原来这里是高雄人他们生活的地方 他们都在这边 使用着这里的民生消费的资源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他们才会对这里有兴趣 在夜市的管理层方面 我们都相信说 夜市自己组成的这种所谓的管理委员会 他们能够来经营这个夜市 但说不定他们也可能需要说 政府提供资源 让他们来去国外参访 去看看外县市或国外各地 或者是有一些专家学者们 他们在夜市经营的案例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说让这些可能年龄 相对比较高 比较有经验的长辈们 跟一些现在的新兴器 新兴产业的年轻人们 来进行交流 有了年轻人的声音 有了政府的这个媒合之后 他说不定就会有很多新的 这个idea会蹦出来 那这样子才会带 让高雄的这个 不管是夜市 还是商圈 还是经济活动 他都能够 更往下一个十年去迈进 我们今天谢谢两位 宝贵的意见 来帮我们一起抢救 六合夜市大作战 我们VDocoke下次见 谢谢两位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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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